受利好消息及市场情绪改善,人民币周一12月3月持续大涨,收复多的指数关口,午后,截止发稿,在暗人民币对美元,更是收复6.88关口,到上个增益日,夜盘收盘涨超700点,离暗人民币对美元,也收复6.88关口,日内涨近600个基点。 路透社称,受利好消息影响,可能会推高人民币,可能会向升破6.85元一线考虑。 不仅于此,中国市场也在今天迎来12月的开门红,在人民币带头涨势下,正在让国际资金跑步涌入中国市场,比如,近A股北上资金,就近流入超100亿元。 摩根士丹利的外汇策略团队也表示,美元被高刮10%到15左右,内涨收益率将鉴定,资金流入美元市场的趋势将会反转。 被美元资金流入美元市场,新兴市场将出现一段时间的超跌感弹。 目前,不由涨佛扩大超4.5%,报62.27美元每桶,没有涨佛扩大超5%,报53.48美元每桶。 与此同时,美元在上周一市场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,视为是在暗示方法升息步伐承压后,美元中亚盘中继续全线下跌,目前美元指数跌0.6%到96.80%,而欧元、澳元和新兴市场等货币全线上扬。 此外,据路透计算及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,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,应把澳元的进空舱有所消滑,日元、瑞兰、家元和纽元的进空舱规模则持续攀升。 对此,据彭博社3月报道着,中国人储户可能正在失去购买美元的欲望,正该外媒提供的数据琐事。 从一些指标来看,中国人实际上正在削减美元持有量,今年到目前为止,中国的银行卖出的以美元计价投资产品数量,大年减少了14%,与此同时,中国储户的外汇账户存款也在10月份降至两年低点。 虽然,根据研究公司普一标准的数据,美元市场利率上升后,已使得人民币理财产品相较美元理财产品,得收益率优势从2016年的2.3个百分点所小至1.5个百分点。 但就目前而言,中国储户更乐于持有人民币,分析指出,相比过去预期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不同。 现在,中国人对汇率的展望要稳定得多,与之前的下跌时期相比,现在对市场预期的引导已经明显稳定。 与此同时,随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,资金跨境流动更加顺畅,比如,剧中宅登10月30日数据,虽增速放缓,但境外机构已经连续19个月,实现增持人民币债券资产。 这表明,在最近,人民币汇率下跌的背景下,一些国际资金却在不断增持,甚至是大举买入人民币债券。 这开始矛盾的现象,的确正在发生着。 换言之,这类资金对人民币贬值完全顿化,而这背后,更说明人民币汇率不具备持续贬值的预期。 国际债券市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,我们也同时注意到, 据IMF在10月初最新更新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者科佛数据显示, 截至今年7月,人民币在已分配外汇储备中占比1.84%亦连续四个季度上升, 受刺超过澳元同期澳元占比为1.70%,而美元占比则落得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。 比如,在俄央行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,其增持人民币的速度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, 相对渐渐式地压制人民币资产的步伐。 与此同时,中国还正在进一步拓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和联案人民币中心进入, 悉尼已经成为第八大联案人民币中心, 并允许境外银行参与内地银行境外汇业务, 即在美国本土开通首家非中资银行的人民币侵赛中心。 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P, 翅月23日发布的报告称, 9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所占为1.89%, 将8月出现效付下降,8月为2.12%, 但仍继续保持国际支付价值第五的活跃货币的位置, 而美元在全球支付市场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至39.66%, 是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。 对此,高盛本席师在近日告诉彭博社称, 到截止2022年底的四年里, 估计会有一万亿美元资金进流入中国债券市场, 其中2500亿美元可能来自中央银行, 正如商图数据所示, 而中国的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是将增加, 而美元和日元份额相应受到的挤占将最大, 而彭博家人民币计价债券, 那如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固定收益基础指数更是关键性进展, 并对全世界投资者具有重要意义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在美元指数试头兴起之际, 现在不仅中国储户可能, 正在失去购买美元的欲望, 就连英国人也最喜欢用人民币, 据Swift数据显示, 英国使用人民币的占底在全球各国中排名第一, 占人民币结算贸易交易的5.58%, 玩BWC中文网作品, 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摘编, 或转换视频、音频等, 微者必揪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